县长杯原住民传统射箭比赛在花莲体育场大草皮举行 立委复婚席、县远迪布斯依赖还有李正文都到场为选手加油 而选手们也很珍惜交流机会 希望传统射箭扩大规模 列入全国甚至于是国际的正式赛事 发扬原住民传统狩猎文化 花莲县第17届县长杯原住民传统射箭比赛 今天在县立德新运动场大草皮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原住民射箭好手 共有400多人参赛 立委傅昆奇除了到场与选手加油打气之外 并且也下场小事伸手 傅立委强调希望传统射箭能够更加普及 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传统射箭运动 希望透过此项运动来强健体魄 一起啊为我们部落传统记忆代代相传 贡献努力让我们的孩子们都可以把我们部落 千年的传统能够代代的传承 傅昆奇古木辣奇很高兴每一次啊 射箭赛都跟着大家一起学习 但是我待会跟大家比比看 我一定会有分数好不好 好 我发现这次的把比较小哦 比较小哦 我刚刚看那个把比较小 就是要有分数都不容易哦 裁判长也表示 县长杯原住民传统射箭已进入了第17届 由于少子化的影响 今年的青少年组参加了选手锐检 不过还是希望学校能够持续的推动传统射箭的文化 传统射箭呢 我们这样看 就是我们原住民啊 不管哪一个族群 传统射箭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我们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化射箭的练习呢 传承我们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一个记忆 原住民传统射箭锦标赛 吸引了全国各地原住民射箭好手热烈的响应 裁判长苏联系列表示 原住民传统射箭 期盼可以推广到 线运会 原住民运动会 全中运 全民运动会 等全国赛事中 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也期盼能够与国际接轨 记者凌桀 华林市采访报道